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明哥聊太极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 这个 简化太极拳 24式简化太极拳 上一次我们学到了 转身斑斓锤 我们今天 接着学下面的动作 是如风似壁 那么上一次 转身斑斓锤 我们把上一次的动作复习一下 上一次上一课 我们学到了 台底针 last time we learned needle at the bottom of C 散通背 flash arm like a fan 转身 turn 斑斓锤 parry and punch 今天我们接着往下学 新的动作如风似壁 今天我们继续学 先把左手向下移动 你移动到右背的下方 until you reach beneath your right arm 原来的掌心是向下的 到下面的时候 掌心是向上的 now the palm should be turned upward 然后呢 我们把右拳向后 退出 经过左掌的上方 退出 然后呢 我们把右拳向后 退出 然后呢 把右拳变成掌 然后呢 把右拳变成掌 两掌心向左 然后呢 然后呢 把右拳变成掌 推出 如风似壁 我们把这动作再看一下 那么 如风似壁 这个动作就叫如风似壁 扳变成掌 那么 如风似壁 接下来一个动作是 十字手 身体向右转 右转 是cross hand you turn your body to the right 右转 把右手经过头的上方 划一个圆 move your right arm in a circle 然后呢 在腹部前交叉 然后呢 然后呢 na cross the hand at your abdomen 然后 抬起来 掌心向内 and move up a little bit then and both arms should face your chest 在胸前交叉 我们把这动作连起来 再看一下,轉身搬籃垂以後如縫四立,左手向下移動,右拳從左手上面衝出來,然後向左推出去,然後向左推出去。 下面,十字手轉身,轉身以後,然後,這是十字手,然後, cross your arms. 那么最后一个动作 二十四式简化台语言 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收视 和起视相对应的 是收视就是全部打完了的意思 那么我们收视的时候 我们两个手向前伸出掌心向下 然后下落 然后下落 然后落到两胎的旁边以后 然后身体 站起来 把左腿放到右脚的内侧 这时候呢 恢复到我们在打太极拳之前的 自然站立的状态 好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全部结束了 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就 全部学完了 希望呢 大家每天练习 好 那么我再说几点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 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首先呢 要慢慢地练 速度要慢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要轻轻地练 不要用力气 他之所以叫太极拳就是因为不用力气 所以喜欢太极拳的人呢 在全世界已经超过上亿的人喜欢太极拳 就是因为男女老少都适宜学这个东西 好 那么我现在呢 按照太极拳的特点 慢 轻的状态给大家演示一部分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拉面啊 好 大家看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拉面啊 应该轻轻地 慢慢地 不要用力气 轻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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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当我们做这一部分动作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不把它全部把它练完 好 我们就记住三个字 慢 轻 云 就速度不能忽快忽慢 记住这三个字 按照这三个字的要求去练就可以了 好 谢谢大家参加学习 再见 拜拜